原來這一段線數能發出不少 打掌鱈狂 殺害 Stir 毒物 4794 原來這邊有第四一個號碼 你覺得對 Planet 2 年很可怕 這個一段時間有關 今年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整年都等于好像生日礼物那样 神是看我们去赞放我们的笑容,像玫瑰一样 为什么赞放?现在知道了,因为我们被提过黑神送生日礼物给我们 就是这条数式讲的这件事 所以变到里面包含的几疯狂,里面有刻意摆镜面倒字 是让我们知道今年开始,我们和以前的遭遇镜面倒字 神有意为之,而并且是很精细 因为全历史都是神的自我和自争 但是你有没有在启舍里面看到镜面倒字 就是他们对调,言辅和淫辅的祝福和享受 以及身份和尊荣,以及所拥有的尊贵是对调的 但是言辅的镜面倒字就是淫辅 原来,在神的计划当中 神不单是用上历史去塑造祂的自爱,也就是身负 其实同时间,亦塑造祂的自争,也就是淫辅 在启示录当中,除了有着身负之外,也有着淫辅的角色 他们的结局,是会在一日之内傾黑之间改变 当淫辅与世界为友,与君王行任的时候 他得着赞赏、附足、有着名誉、地位集于一身 沉浸于最终之乐 但当神的审判到来,带淫辅是在一日之间失去所有 而启示录是用上十八章传杖去提及淫辅巴比伦 在地位向一日之内被神审判 然而,对于辛苦而言,虽然一生当中为着尋找神的缘故 为尋找良人而经历百般的试炼 当中所换取的,他是永恒的幸福 记得到寺典的一定是黑与光明,一定是相似 两者相似,但两者都是极端相反的 而制造淫辅能够因为出卖色相而奢华过甚的原因 因为神做历史由得他,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但另一方面,他亦做到历史 淫辅这样做,真的要付出很多,牺牲很多 是神刻意做,所以他有办法将他改变 我们在小狗亲眼看到,这个淫辅会一无所忍,他避免 但严辅呢?严辅就是主耶稣带着千万圣者回来,去迎接 对吗?这个就是今年我们所看的镜面 所以一边就是为何铲难,一边就是这个赚放